我们最大的一个习气麻烦呢 就是六根接触六层间接 总是起分别起之处 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去无了 这种起心动念分别之处 是不能原谅的故事 它根本没有 全是假的 为什么认假不认真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才无量节来搞生死轮回 这一生还不错 转到人道来了 可是寿命中了时候到哪里去 这个问题可大了 极乐世界现在我们知道 真能去得了吗 发门难行而易行 我们行了 可是这句佛号念的不相应 我们行啊 行不得烈 多少老和尚 我们年轻的时候 就拜老和尚啊 都喜欢问问 老和尚啊 你生死有没有把握 往生有没有把握 都讲真话 摇头没把握 这个话我们听了很多 讲真话不是讲假话 那我们仔细去观察 观察它是真 它没放下 明文立扬没放下 眼前千长刮度 事情很多没放下 尤其老和尚 都有财产 都有家业 大庙寺的家业 世间人的家小 都放不下 他有那么大的家业 他怎么能放下 他怎么能不操心 这就是没有把握的 真正原因 他要统统放下了 他真有把握 咕噜匠为什么能成功 咕噜匠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没有障碍 没有牵挂 他容易成就啊 什么都有啊 去不了啊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啊 我们要明白了 新娘要打 这也是个基本的因素 新娘很小 样样的为自己作想 这个事情很麻烦 天下 决定没有自己如意的算盘 这个话是李老师告诉我的 自己办法怎样 到后来全不是自己想的 那怎么办呢 不要想就好了 一切随他去吧 自己才能成就 为什么 一切众生业力不相同 妄念千变万化 自己能不能保证自己一生 不能 什么能保证一生 这经上讲的 一切都放下了 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 他就得到保证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用途都没有 这个人得保证 你要问他 他可以答应你 告诉你 我往生拥抱我 都是跟你说真话 全在放得下 也放不下